匪备护照 匪备护照 警方计较追法 命求 十年了 下山日记忆到 爷爷 我回来了 匪备人心 虚须到我 送你走去 这也没有内伤呀 怎么连卖相都没有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给你安排的轻势 对方可是慕容家最年轻的慕容云 你赶紧给我回来 好好好,心眼就在回来的路上,先挂了爷爷 怎么又是木龙家的人 不行,我要嫁得杀井,得赶紧回去退婚 还挺帅的 不行,我得赶紧去洗个澡,换个衣服去瞧家 M19N6230,重启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变态,还挣我便宜,小心我扎你分身不随 乔征,23岁 乔市集团统事长乔峰孙,进入忠义 乔峰孙找你 我四十年前都许我乔峰一种婚事 他是我的男人 你看什么呀,看哪儿呢 赶紧出去 出去 出去 你怎么还在这儿 今天我有急事就先犯过你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我就 小心点 喂 什么 爷爷去世了 姐,新闻报道有外星人啊 爷爷怎么会突然没事 身体中竟有欺巧 乔治星果然是天生的天煞凶命 十二岁害死自己的养父 被送到华阳山上十年 这刚下山,又害死乔老爷子 哎哟 乔老爷子生前吩咐 要把他的财产全部分割 当着死者的面分遗产 这乔家人可真有意思 乔婉 你分得百分之三十股份和二十七套别墅 吉安 你分得百分之三十股份和三十五套别墅 小心 这是爷爷留给你的 你看看有多少财产 居然是块石头 我就说爷爷不可能老糊涂 怎么会给一个养女留财产 爷爷怎么让我当到他的领堂 来,收好啊 超真行,你在干什么 你疯了你 你疯了,来人 吉安,不带小孩 滚开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你们敢 分给我 分不到财产就发疯是吧 真是有妈生没妈养的爷,呸脏 养不熟的白眼狼 看我怎么处击 他说这么着急干什么 是不是因为爷爷是被你们毛害致死 怕我找了证据 乔治已经疯了 快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你会找到证据的 杀手都安排好了吗 当时 今晚乔治心 必死 谁让爷爷居然把一半的遗产 留给一个养女 可别怪我们太狠心啊 先生,您不是回去了吗 飞蝶在运行中撞上了行星 我恐怕得再以你私生子的身份 留在地球寻找飞蝶了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又要待六百年 四十年前 如果没有先生您 慕容家哪有今天的成交 先生您选择慕容家 是慕容家的荣幸 说起四十年前 我曾许诺过乔峰一桩心愿 现如今看 他已经离世 我也该去履行当初许下的承诺了 爷爷为什么让我大闹领导 是调戏他们故意的 就是为了营造出我疯了的假象 然后帮我送进精神病院 杀神灭口 太高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能看你能看见我 你又不是鬼 我怎么就看不见你 奇怪 什么奇怪 赶紧走 站住 是什么以后一变着 你害怕吗 不怕 他就可以说 就算是男人 我也不会笑话你的 女人也可以示我 我不会笑话你的 这种事 交给我吧 你这么厉害啊 说吧 想要什么报仇 那我应该要什么 只要我有的 都给你 那就以身消息吧 我应该要什么 我发现了这个 一个破石头也来糊弄 我现在立马追查他的行踪 杀了他 不用 你们奶奶去世前 把慕容景和乔治星顶婚约 明天就是他们已婚 和慕容景他们周年庆的日子 我不相信乔治星不出现 是啊 乔治星这个贱人 从小竟然黏着景哥哥 明天 他必死 慕容景的小叔是慕容云 也就是慕容权最疼爱的私生子 他也回来 慕容云守卧慕容集团的大权 正好 这次借此机会再来合作 出去吧 啊 奇怪 是做噩梦了吗 这是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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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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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嫁给慕容景那个忙头小子就能摆脱乔家的追伤 慕容景他有野心没实力 根本护不住 你不准这么说阿景 他可比你强多了 好 明天乔家人也会在场 既然慕容景会护 现在就把陨石还给我 你爱嫁给谁嫁给谁 我们互不相跟 好 雪石不见了 一定是昨天晚上 我的一路处死 只能靠陨新才能启动飞脸 而陨新沾上他的血 只有他才能感觉到陨新 激发陨 从现在开始 你务必给我找到陨石 小人们听你的呀 那是我的东西 那是我交给你爷爷保管的东西 在五归原主的时候 你弄丢了他 我知道了 我可以给你找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吧 给我准备一件礼服 你让我给你准备礼服 去见慕容景 乔之星精神不正常 有私生活混乱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是你干的吗 慕容家不是一般的家事 很在乎名声 乔之星疯疯癫癫的 又声名狼藉的女人 不可能嫁进慕容家 今天晚上 没有了慕容家的庇护 他闭死 月儿 慕容家的保护伞慕容云 十年前以一己之力 让慕容家成为全国首富 并当上全国商会主席 如今 也才三十岁 是云城女人都想嫁的男人 可比他侄子慕容景强多了 月儿 妈就算费尽心血 也要让你嫁给他 妈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慕容集团四十周年庆 老爷子身体不适 今日就让我和景儿主办典礼 好好好 今天除了典礼之外呢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难不成要宣布慕容景和乔治星那个女人的婚事 亲哥哥 爸爸不是我爱死的 我好难过呀 兄兄别哭 你奶奶和我妈妈给我们订了婚 等你长大就可以嫁给我 再也不用被误会了 我会永远保护你 我最喜欢你了 醒醒 乔小姐 你来得正好 我宣布乔小姐和慕容景的婚事作废 夫人 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像你这样品行不端的女人 我们慕容家销售不起 乔治星不过是乔家养女 喝死了自己的养父和乔老爷子 如今大闹临堂 私底下和众多男人不惊不楚 生命狼藉 臭名远昭 谁娶她谁倒霉 阿景 实行刘岩飞于你信吗 乔星 我相信你 但如果没有嫁人的祝福 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我愿意 小景 不能娶她 妈 我 这十年来我在山上 每次受伤了 累了 我只要想到你说会永远保护我 我就都忍了下来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妈会不高兴的 没妈教的就是钱 剑矢先没用的下三两手段不已难认 是 小姐倒是有一句话说对了 什么 你竟敢打我 我发起风来谁都叫他不误 来人 把这个蜂蜜人给我拖出去 平时对我那么凶 却被他们欺负 这算什么 为了乔星 再救你一次吧 天怎么黑了 不对 怎么回事 我刚才不是在慕容家举办的宴会大厅里吗 你报告我了没 是你啊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了 你怎么做到的 是你救了我 是 书尔多谢慕容将军的救命之恩 不过 书尔方才好像是卑尔统力的 怎么突然到了这里 而且伤口好像也消失不见了 将军你是如何做到的 如方间传闻所说 本将军确实有常人不能有的 妖力 才不是什么妖力 你别过来 别管我怎么做到的 倒是乔小姐你赌输了 你的心上人 看来不够爱你 胡说 阿景只是破译家族压力罢了 什么家族压力 慕容锦就是一个性子懦弱无能的人 根本护不住 乔志兴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闭嘴 阿景他可是慕容家的敌长孙 像你这种小人 只会在背后诋毁别人 蟑螂老鼠 既然你是这么想的 那就当我自作多情 你就等你的锦哥哥来救你吧 来死的慕容云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不用找了 他在这儿呢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送你去死了 我和慕容金有婚约 你们敢 慕容夫人 已经当众取消了婚礼 乔志兴 爷爷死了 锦哥哥不爱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乔家大小姐啊 十二年前被亲生父母抛击 现在又被未婚夫抛击 乔志兴 你就是个被人遗弃的垃圾 我想让你死在这儿 也没人理你啊 你找死啊 阿景 这乔家大小姐我也不稀罕 但阿景对我的真心 如果我死了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们吗 笑话 你没有了乔家大小姐这个身份 你以为锦哥哥会在乎你吗 会 他肯定会的 你已经消失几个小时了 锦哥哥都没有找你 他根本就不爱你 垃圾就是垃圾 别妄想有人会在乎垃圾 别跟他废话 赶紧弄死他 妈 小星他在宴会厅消失不见 肯定出事了 求你快带人去找找他 他都已经不是乔家大小姐了 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 根本就配不上你 不用找了 你不帮忙我自己去 慕容景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慕容嫡孙的身份 你也别想要了 舍弃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值得吗 不如云 记忆清楚成功 我告诉你 别动 你要是动 他也活不了 我记得你人类 好像都不喜欢对女人动手 但我不是人类 记忆清楚成功 睡醒了 就给我安分找陨师 你帮我做件事 我就给你找 怎么 还想着慕容景 那个懦弱无能的人 你想干什么 我对你们人类没兴趣 还神类 说的跟你不是人事 事到如今 你竟还妄想着嫁给慕容景 真是名玩不灵 真是名玩不灵 我想嫁给谁关你什么事 反正又不会嫁给你 还有 以后少拿那些文周周的话来给我显摆 真是名玩不灵 你怎么知道 神经病吧 干嘛 没有了他 你就无法联系慕容景 以后你就够安心的找陨师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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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这么快 这可是师父给我的同家命啊 你竟然瞒不住我的 喂 老古董 你真是死心不该 你真是死心不该 这次就彻底让你对慕容景死心 夫人 我和阿景是珍惜相爱的 希望你能够成全 想嫁进我慕容家的千金大小姐 要多少有多少 你以为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人家小景根本就不爱你 你都已经不是乔家大小姐了 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也配 谁是阿景的意思吗 你 少爷 夫人的意思是 如果您今晚不拒绝乔之心 以后您在慕容家享有的所有权利 都将被收回 请少爷 逆向通了 阿景 你走吧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阿景 你 你是不是被威胁了 你肯定还是爱我的 就算被威胁了又怎么样 乔之心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在慕容家的权利 和一个被舍弃的养女之间 该做如何选择 我儿子不傻 所以你就选择了家庭地位是吗 这就是现实 乔之心 以你现在的名声和身份 你不配嫁进我慕容家 慕容家 我只要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真的要放弃我 对 好 从今以后 你我再无半斗瓜葛 我 为什么我总是被舍弃的另一个 看起来你没完美了是吧 这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 你的迷药对我没用 所以你是故意看我笑话的 对 满意了 我又被抛弃了 因为一个人的选择而伤心 真是无知愚蠢 因为我爱他 可我的爱却因为他 而变得可笑 人都有七经六语的 伤心一段时间就好 我的系统里没有这个感知 所以你这么冷血无情 我该没有 我不是人 对 天神都不是 姐 外星人的陨石 你先给我滚开 走开 对 那天晚上 我记得我们明明见过乔治行啊 后来的事 我一点也记不清了 总之 二叔这次的计划 我们不可能再失败了 不可恿我 第一个人 你来自行封销 去哪子 你来自行封销 乔治兴,没有强大的能力,凭自己是抱不了乔峰的仇的 现在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帮我找东西 你提醒了我一件事,帮你找东西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又是为了慕容景的事,乔治兴 跟我结婚 什么 请靠音术和我超人的智商恐怕抱手一点难 慕容景就是最好的现场 跟我结婚,我可以帮你找东西 好 这么爽快就答应和我结婚,他是不是喜欢我 结婚的事,得对外界隐瞒 慕容景,我和你结婚是想利用你的权利和财产帮我对付乔家 隐瞒别人怎么信我 隐瞒我妻子的身份,不耽误你使用我的权利 那不,我才不行,不同意 为什么 你这样,别人怎么知道我的身份,那人家怎么会把权利交给我呀 可以当我的秘书 也是啊 这样是不是就不用结婚了 嗯,那我们不结婚了,我来当你的秘书 嗯,不行 你想清楚,当了我的秘书,是无法调动慕容家的权利的 那还是结婚好了 怎么,感觉笨忽悠了 哎呀,可不是嘛 哦,那就去民众局,李牧,走 好嘞 嗯,牧总 要不我先送乔小姐 哦,不,先送夫人回您的住处 一起就好了 哦,夫人 您,您已经跟牧总同居了 这,说来话长了 找到东西后,立马离婚 你放心吧,找到东西之后我们立马就离婚 一秒也不多得 那就多谢乔小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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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又是啊 老板,你不是结婚了吗 然后呢 你看啊,这结婚不给女方准备戒指有些不妥吧 好歹你也是堂堂牧师集团的总裁 青年商会的主席 对吧 这抠抠嗖嗖的,连个戒指都不准备 夺掉面 嗯 这戒指大了,她手小 嗯 近来不敲门 这就是你的礼术 慕容景 小远 你昨天跟乔家谈合作,突然又反悔 这对我们牧师的生意信誉有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呢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不如让小景到你公司来帮你分担分担呢 大嫂 我想你是想上位想疯了吗 慕容景 小景可是爸的唯一嫡孙 他早就应该接受公司了 就是因为你一直不放权 你到底还得什么心啊 我接受公司,靠的是实力 他有吗 哼 他 他有没有实力,又不是你说了算 哦 那是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 哎呦 爸 吵吵嚷嚷的,到底什么事啊 爸 我就想让小景进公司工作 可是小允不同意还骂我 不如云 莲心是你长嫂 你有没有理数 不如云 莲心是你长嫂 你有没有理数 还有你 一点小事就来公司闹 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 哎呀,爸 小景来公司工作,怎么会是小事呢 他进不进公司,我看着办 不用你提醒 你,跟我出去 好 先生 请 对不起先生 刚刚都有冒犯 对不起先生 先生 这是您最爱吃的包子 我让人特意去京城摊买来的 老子好,您尝尝 有心吗 先生 先生 刚才发生的事情 您觉得我处理得怎么样 你做得挺好的 我说过 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命 好 对了 有件事 我要向您汇报 说 沈家的沈氏集团的女总裁 想让您和他的女儿结婚 我觉得这件事 得您亲自处理 我已经结婚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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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 是 谁啊 乔之星 乔之星 就是 和小敬丁辉的那位 嗯 慕容园 你在慕容家到底什么地位 能不能帮我报仇 呃 呃 这位是 呃 他是我爸 你 爸 啊 我是他爸 爸 叫伯父 伯父 小命了 大名鼎鼎的牧师集团总裁 沙发果断的商业奇才 莫容全 沐总您好 啊 哎 哎 好啊 进去 把衣服穿好再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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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先生还挺霸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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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年龄大了 就喜欢吃这个 嘿嘿嘿 沐总您好 我是小木 沐总您好 我是小木 我是小木总的秘书 啊啊啊 啊 啊 是吗 不是 她是我妻子 啊 不是说要野蛮了吗 不用 没事 先坐下 她是我爸 当然不用慢着 还有介于你刚才的问题 以及我在慕容家的地位 你可以问她 哈哈 哎 小雨 那可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哎 慕容云 不是你们家庞系吃的吗 你平时不看新闻吗 她可是云城历届最年轻的烧毁主席啊 慕容集团如果她想要 将来都是她的 爸 她在山上待了十多年 恐怕对我的师父不了解 小雨 我是嫁给了慕容家 是整个云城贵贵的大人 哦 对了吧 我记得你好像还有点事要处理的 啊 对对对对 我是有事情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怎么 和我这个蟑螂老鼠结婚 是不是赚大了 你小得意吧 你不是要找陨石吗 走吧 不是说好要找陨石的吗 来公司干什么 明天你就来公司报到 当我秘书 我自有办法找到陨石 她的血 已经自动和陨星匹配 如果和陨星距离接近 陨星能感应到她的存在 发出只有我能看到的绿光 看来陨星不在这里 最大的可能 在那六名保镖 或者乔家人数 哎 你们快来看呢 来 有媒体爆料 沐总 居然 居然结婚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哎呀 我的梦碎了 黄金单身汉 高质量富二代 谁要是嫁给她呀 那简直是上辈子 绣了银河系 某国系统都瘫痪了 就因为牧总结婚的消息 好像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啊 该不会是沈组长吧 有可能 沈组长可是沈氏集团的 唯一继承人 却跑去牧师上班 大家都知道 沈组长 喜欢牧总很多年了 不会真的把牧总给追到手了吧 哈哈 你们干什么呢 我好好工作 沈组长 网上传闻牧总结婚了 新娘 不会是你吧 难道妈妈成功说的 永哥哥取问了 永哥哥真是 八字还没一品 怎么就花钱 透露给媒体结婚的消息了 我的私事 你们就别打听了 天呐 真的是你 你真的和牧总结婚了 快跟我们说说 牧总私底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嘿嘿 牧总娶了您呐 我们就平衡多了 毕竟您和牧总是门当户队 狼才女貌 情笔金金 有嘴滑舌 还不快工作去 乔之星 你来这里 乔之星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牧总新来的秘书 新来的秘书 我怎么不知道 我做事还需要向你回报吗 允哥哥 都是他先挑衅我再先的 允哥哥都是他欺凌我挑衅这些的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 牧总 就是这个贱人冒充您的秘书 还数骂沈族长 太不像话了 说吧 为什么骂人 没有为什么 就是看他不爽 牧总 您看他自己都承认了 他骂了沈族长 您的夫人 这连您的夫人都敢骂 只要是当了您的秘书 那以后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事呢 我的夫人 贱弟子 看你嚣张 我的夫人什么时候变成 牧总 您不是说找我有急事吗 您进去 别拉着允哥哥 光天化日之下 当着沈族长的面勾引牧总 乔治星啊 你要不要脸啊 都给我闭嘴 对不起 牧总 允哥哥 你怎么了 他为什么阻止我 是觉得 当我的妻子很委屈 小蜜啊 按这些年 对沈族长的成功 要是知道 我和沈族长的结婚了 以后 我要用他的权力对付乔家 这也不是处处被下班子啊 让一下 跟我见 远哥哥好像不太喜欢我 这么高调宣布结婚的事 不能让他受我的急 得赶紧你妈妈打电话劝劝他 为什么不让我说出来 和我结婚的人明明是你 不是你说要对外野蛮我们结婚的事吗 你这儿是不是 我 你自己说的 你忘了 但你也不能把我推给别的女人吧 我没有把你推给别人啊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乔治兴 你现在情绪真的很不稳定 你自己把你自己心态调整好 再来跟我说 我情绪不稳定 你 沐总 我是乔婉 我来跟你谈合作 他怎么来了 他代表乔治集团来和我谈具体的合作细节 有什么问题吗 好 你们俩聊吧 乔治兴 你身为我的秘书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别太过分啊 进来 乔治兴 你怎么在这儿 身上没有隐心的光芒 看来隐心没戴在身上 乔经理 她是我的秘书 具体的合作细节 由她来给你谈 乔治兴 你好有手段 没嫁给锦哥哥 还勾引沐总 收起你龌龊的小心思 你以为长得好看一点的靠近她都是要勾引她 怎么 敢做不敢当啊 沈小姐 沈小姐 你跟沐总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啊 虽然你跟沐总恩爱 也得防止这些不三不四的人 尚赶着当小三儿 多谢乔小姐提醒 不过她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许哥哥看不上 我上不上了台面啊 不是你说的算 至于沐总能不能看得上我 那也说不准吧 她说的对 许哥哥 我确实看不上她 既然乔小姐今天不想来她合作细节 那就改天再谈 乔秘书 送乔小姐回去吧 为什么要我送她 乔小姐作为我们牧师的合作伙伴 而你身为我的秘书 就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有些人呢 还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帮我把车开出来 沐总办合作的事下次再谈 尔哥哥 今天有一场关于外星人题材的电影上映 你可以陪我去看看吗 没兴趣 尔哥哥 你是不是讨厌我 可是我们都快结婚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和你结婚 沐总军 明明是你自己说要演乱我们结婚的事 你是不是有必要 总之我现在有急事要出门 你该干嘛干嘛 不要 都不愿意 露口 敦 鸵 这 你真的是有事 你买个厉害 风 用了 看看允昕 会不会因为乔治兴的关系 而有感应 乔治兴 你是不是故意把车开这么快的 上我开车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走吧 谁允许你进去的 来都来了 我恶心你们一下 我可不甘心 大小姐我 刘嬷 她不是什么大小姐 她只是牧师集团 一个见不得人的秘书罢了 大小姐 你为什么还要来乔家 你是不是还想着报仇 你不要跟他们斗 看来 忍心不在乔家 玩儿 小星 你怎么在这 慕容请 你为什么在这里 景哥哥 谢谢你送我的花 我很喜欢 哦 对了 乔治兴 忘了告诉你 慕容夫人呢 已经答应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我现在呢 是景哥哥的女朋友 将来 我们也会结婚 慕容景 这就是你的选择 抛弃我跟他在一起 小星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闭嘴 这样的虚型假意 真让我觉得恶心 乔治兴 你有什么资格 站在道德制高点 批判景哥哥的选择 你不也费尽心思 想当牧总的秘书 我看下一步 就是爬上牧总的床了吧 小星 他说的是 真的吗 是真是假 问你们什么事 小星 乔治兴 你凭什么生气 我和乔婉交往 是为了得到乔家的支持 对付慕容宇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 等我继承了牧师集团 我就有能力说服妈妈 让我娶你了 而你呢 勾引慕容宇 又是为了什么 慕容景 你说这些是想让我 感恩戴德的感谢你吗 没有我 难道你就不会 争夺慕容集团了吗 没有我 你照样和恒云的小叔叔 争夺家族企业 也为了一起私欲 把所有脏水都泼在我身上 是为了你人 才会去做这些 真是可惜 就这一点你就比不上慕容宇 至少他比你光明磊落 至少他比你光明磊落 碰瓢是吧 薄心寡意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 想碰瓢 我可不怪你啊 小星 我的戴月轩啊 那可是嘉靖年间的 我管你什么年间的 蒙龙宇 我问你是不是故意 让我去做小碗 谁要让我看到 他跟阿景谈恋爱 乔治星 你身为我的秘书 让你送客户回去 是你的本职工作 可是我不是你的秘书 我是你的老婆 老婆 不跟你多说了 生气了 他好像今天确实很不开心 李助理 如果你生气了 有人能让你开心吗 牟总 你惹夫人 不是我是别人 最硬 女人生气好好的 一直送礼物 这可是 限量版的非电模型 他居然不要 今天是我判断失误 我这么做是为了 想让你去乔家看看 看看陨师还在不在 他们手里 慕容宇 我当时真的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通过 我判断陨师 在不在乔家的 不能告诉他 允昕和他之间的联系 总之 你帮我就是为了 报乔峰的仇 我才制造你和乔家 接触的机会 希望你能从这 查出端倪 哦 还有 我记得你会医术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一件事情 去医治沈家沈夫人 作为报答 条件 随便看 今天为了摆脱沈缘 让沈家找了火 终归伤害了无辜的人 好 医者人心 人我会去救的 救命你们的妈妈 你怎么就生气了 沈小姐 希望我的意见 能帮助你 可我这么做 允哥哥会不高兴的 我知道 你很爱沐总 沐总也很爱你 你知道他跟紧哥哥的事情 要不是沐容夫人拦着 紧哥哥早就被他抢走了 每次我跟紧哥哥 约会的时候 他的心里 都是乔治欣那个贱人 我觉得 你也不会希望 你跟沐总在一起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 全是他 多谢乔小姐的意见 我知道该怎么做 喂 爸 我已经说服沈小姐了 借刀杀人 爸爸这布局 可真是两全其美 乔小姐请 这个沈小姐 上我这么晚来耍什么花样 沈耀过了今天 曹智星 你别想永哥哥再多看你一眼 虽然曹小姐给的内药管用 反正不会出人命 没事的 沈月 你还真是狠心 为了算计我自己的母亲 再生病都不管 那你敢不敢陪我玩啊 不敢 上 乔志兄 这药可是好东西 今晚 你就和我的保镖 好好享受吧 敢对允哥哥起了 不该有的心思 这就是你的下场 是天 让我发给莫如云 等我十年一说是白雪了 真的要我的心意 不对 但是想要我的你 来人 救命 救命 不对 但是想要我的你 来人 救命 救命 大半夜找我 有什么事 慕容云 慕容警 你该叫我什么 慕容云 让小星离开牧师 他不能做你的秘书 为什么 小星是我的女人 我不允许她跟你有任何来往 慕容家 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 你给了你多少钱 给你装备 你放股 乔小姐 你哪里还有钱 你已经被沈家抛弃了 我有钱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慕容云 慕容云 确实是整个云城最强壮的男人 但人人都怕他 我可不怕他 我去的又不是钱 我是来杀你的 你是乔乔派过来的 是 放股 我求你 慕容家 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 你以为你是谁 你不会是爷爷的一个死生子 不要 人呢 怎么出去了 慕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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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别怕 都结束了 慕容云 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你要干什么 消除这一切 记忆 清除成功 到底是怎么回事 鬼行的人可是我花了大心血球来的 怎么说疯就疯 爸 我不知道 去的时候人已经疯了 是谁 到底是谁救了他 我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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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知道 滚出去 北宇宙的东西 怎么腰酸背痛的 昨天晚上也没干什么呀 喂 你有没有跟沈月商量好什么时候去给沈总看病啊 不用了 为什么 沈总的病好了 嗯 那我去上班了 你不用去上班了 你今天 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还有 以后少跟沈家人接触 出去干什么 必须要跟我报备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乖可爱的 我先下楼去了 去干嘛 吃早餐啊 要不要给你带一番 不这算了 好 我要分包子 慕容权 是我 献你在半年之内 撤掉与沈氏集团的所有合作 您是 我是沈月的妈妈 沈雪 沈氏集团的女总裁 你找我有事吗 这个卡里 有一百万 这种桥马 不应该是慕容云的妈妈来找我 让我拿钱离开吗 您来做这件事 不太合适吧 乔小姐不需要管这件事谁来做 只需要拿上钱 离开云城 我拒绝 我拒绝 据我所知 乔小姐喜欢的人是慕容景 那为什么不肯收了这钱 那您消息挺慢的 我和慕容景 早就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不肯收下这笔钱 太少了 哼 你想要多少 十亿 现金 你怎么不去抢 别不了 那就免谈 走了 慕容云还等着我吃早餐呢 怎么 沈夫人是想绑着我离开吗 让她走 这以后呢 你总会离开慕容云 乔小姐 我女儿想要的男人 我一定会让她如愿以偿的 有妈妈护着的感觉真好 怎么去了这么久 遇到了差点成为我病人的夫人 沈总 她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没有啊 她给我一百万 让我离开你 那你 没有答应 人类对金钱的诱惑 可不是一般的容 她虽然能这么坚定的 为我拒绝那笔钱 没想到 我在她心里这么重要 啊 价钱谈不拢 谁能赶 真好 让她走 以后她总会离开慕容云的 我女儿想要的男人 我一定让她如愿以偿 妈妈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真不爽 这个时候就应该喝点酒 沐总 这是近些年来 瞧见的保镖资料 这四个人 务必给我找出来 好的沐总 不过您找这几个保镖 是要干什么呀 怎么 总裁就不能吃包子了 您 能啊 当然可以了 好了 这四个人找出来 务必给我带回来 好的老大 难道 夏里心贼了 乔治星 你把夏里弄得这么乱 老公 你回来了 坐 你 乔治星 你把你自己搞成这副模样 怎么回事 没什么的 就是亲了而已 如今不像几百年前 没有三纲五乘 时代在发展 人力的思想也在开放 乔治星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这么帅的帅哥 被我亲到了 你 你 不要走 陪陪我妈妈 好 奇怪 我系统的构造怎么突然松动了 就像人类形容的疲惫感 好饿呀 想吃爷爷做的面 师父做的饼 如果再咬一杯咳了就好了 怎么 乔治星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什么 乔治星 虽然我知道你不是很在乎这种事情 但擅长你们人类的说法 做了之后当做没发生什么 就是耍联盲 你有必要这么计较吗 太小气了吧 我小气 是你不负责任吧 我 我 不就是垃圾没有收拾吗 大不了加班以后我再收拾 可以了吗 垃圾 原来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昨晚你 我昨天晚上怎么了 算了 不说算了 上班去了 怎么回事 沈组长 喝咖啡 这个沈组长 天天要连走自己 我要是荷兰 我们咖啡 倒个身上 上的事情 你干什么 沈组长 我不知道刚刚自己在做什么 你想 这个荷兰 有种啊 瞧这些你站住 干嘛 上次我安害他的事 虽然没成功 但他拿到不想报复回来 这不像他的性格 你上次 上次怎么了 瞧你所有事 相同都坏了 那边到底是谁做的 算了 乔姐 为什么合作信息 是你来跟我谈 因为乔婉 正在跟你前未婚赴约会呢 她没空 我出来跟你谈合作 莫总是知道的 我知道你特别想杀我 知道又怎么样啊 如果是意外身亡 总不能怪在我身上吧 乔婉 你疯了 这里的监控 已经全部毁掉了 几次三番想弄死你 乔婉 你倒挺难杀呀 我立即这么大 没想到你在山上绝了胡 我小瞧你了 乔志兴 我杀了你 求求了 杀这个疯子 滚下动机吧 还真是自己滚啊 太刺激了吧 木总不在 有事 乔志兴 这不是你把捡推到楼梯了 我说是他自己滚下去的 你信吗 乔志兴 我看你是想推卸责任 证据呢 比如说金控 我想起来了 他在来找我之前呢 把金控给毁了 认为我这次一定会站在他的手里 没有想到 说进去了 你 乔总来我公司大吼大叫 是想干什么 木总您别误会 我只是来 乔总如果不是来谈合作的 麻烦请离开 木永远这么或者乔志兴 找这样下去 对我们很不利啊 我过两天可能要去一趟外地 这两天 一个人要多加小心 万事留给心眼 乔志兴 木总呢 我这有份文件需要他过目 他住宅巨浪 过两天回来 好的 大意了 乔总 监控已经处理好了 对 他已经晕了 牧总不在 那钱什么时候打给我啊 乔金 你还真是命的 这样都还没死 没你命的 我们几次对你动手 你都没事 不过这次 不过这次你逃不掉了 小一点我还挺想不通的 爷爷都已经死了 家产都已经分给你们了 公司也已经是二叔你的了 为什么还非要置我于死地啊 闭嘴 难不成爷爷的财产 其实是留给我的 闭嘴 看来我猜对了 超之星追到李焦河吗 不知道 李焦河将会成为埋尸河 慕容云 这一次 你还能再救我一次吗 我为什么要说咱 是谁 是慕容云 怎么回事 能量又回来了 不过为什么 乔治先生应该帮我 说 慕容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你给他通通报信的 你放开我 你这个老的 你放手 快开车 重死他 好 爸 可是 可是什么 杀一个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爸 这好像坏了 开不动啊 怎么可能 我来之前都检查过了 不可能的 不行啊 请看 我来看 人类最危险的部位 被染上一抹红 赵森 不行 太晚了 你 你把他们都杀了 没有 他们只是运过去 等等 你怕我 我腿抖 开死的天也太冷了 既然冷 我们就回家 慕容云 你到底是谁啊 你要干什么 摸出你们人类 不该有的记忆 不要 那是我的记忆 你没有权利去摸出 你们人类 没有选择的权利 记忆 记忆清楚失败 什么 怎么会 那个 你不会不行了吧 怎么可能 就 刚刚的我还记着呢 你就在车前 坐 一下就到了车里面 然后又坐 一下掐住了乔家那俩 天工天婆 你到底是谁啊 怎么能做到这一切的 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没资格知道 我是你的 妻子吗 乔治兴 我说过我对人类不感兴趣 而你同意跟我结婚都是为了陨石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慕容云 你是不是疯了 我只是想知道救我的人是谁 我有错吗 你怕我 我不知道 你到底是何方药物 还请你留我一脚性命 你觉得 我会伤害你 别过来 核心法三 这是我送你的机器礼 你 你 真的是外星人 嗯 在弟兄上 另拍你了 嗯 难怪评书话 我玩周周的 老孤独 那 找到允 找到允兴 你就能回星球吗 是 那为什么非要让我帮你找啊 精神病院那晚 你不小心和允兴 接触了核感应 只有你才能使允兴 激发异动 我才能通过系统 找到她 你 你 你刚刚为什么要跑啊 你不 怕我 为什么要怕你啊 我以为你会和她一样 她 是谁啊 没事 既然你是外星人 那么 耳朵是软的呀 热度 温度也和我们人类差不多 六百年前 我不小心降落在一个人类降势的身体上 现在这幅皮像 并不是我的本体 那我可以看看你的本体长什么样子吗 不行 那你带我飞 算了 你还是起起睡吧 啊 做人不要这么小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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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起来了 树林中那个模糊的身影 水池中救人的场景 都不是吗 是真的 是他 慕容云圣相 网上提到核外星人接吻 有可能有对方的力量 是不是真的 有事 没事 脸怎么这么红啊 很明显吗 他该不会查出我的意图 想杀我吧 脖子疼吗 有点 你 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外星人已经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没事 你 你头上还在冒烟 都说了我没事 最硬的男人 现在就让我来验证了 小李宽书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我已经和牧师公司店经营好了 把乔治兴弄晕 然后绑到里胶壳 爸 我也不知道 最近办事的时候总是晕倒 然后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 而且每次醒来不是这疼就是那疼 就比如说这次脖子 出口 办事不利还老是找借口 都给我出去 机会来了 是让乔丽宽说说爷爷当晚被害的怪物 爸爸我放学了 你今天答应我要陪我玩外星游戏的 乔 不好 别发现了 快走 冒冒失事的 怎么了 没 没事 我的能量又消失了 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毕竟 他是我第一次记忆清楚失败的人类 乔治兴 他居然还对允哥哥不死心 看来真的不能对他人类 江南商会的局 你去接的 为什么要我去啊 你是秘书 当然要替允哥哥应酬 你不会以为 自己跟在允哥哥身边就很特殊 就可以不用干活了吧 行 让人力资源把地址发给我 小绝 你现在马上帮我 查查今晚云城最乱的局在哪 让人力不把地址发给乔治兴 我玩不死他 乔治兴你干什么 允哥 允哥 这账还没给你算呢 现在又给我做药 想玩是吧 走 我陪你 乔治兴 你敢动我 我妈知道了 绝对不会放过你 遇事只会喊嘛 就这还想跟我玩 你知道这里面都是一群什么人吗 全是一群光脚不怕抓鞋的狠人 他们不会管你是谁就交集 只要想了就能弄死你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局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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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兴 你却敢这样对我 游泳池的事 还有设计我进乱局的事 如果我把这些公正欲重 允哥哥会怎么看你 乔治兴 你还看不清你跟我之间的差距吗 你以为允哥哥会为了你对我怎么样 笑话 我可是审视集团唯一继承人 实话告诉你吧 我来之前 妈妈已经在帮我联系允哥哥去审视 谈我和他的婚事 你审视集团一半的股份当嫁妆 你说 他会不会选择一无所有的你呢 就算被威胁了又怎么样 瞧着想 你算什么东西啊 慕容家的权利和被舍弃的养女相比起来 但随谁 我儿子不傻 结婚还没有离婚 他 会不会 牧总 牧总什么意思 我是不会去审阅的 收起你们的心思 牧总可要想清楚了 沈氏和牧师四十年以前是一家 如今分隔各自发展 但您的父亲呢 一直希望能够和沈氏多合作 现在我愿意拿出沈氏集团一半的股份 更愿意和牧师合并发展 只要你娶了沈月 这一切都是你的 如果我的事业要靠商业联姻才能成功 未免太懦弱 沈总 如果下次还有这么无聊的事情 就别来烦我了 我总这么爽快的拒绝 问过您父亲了吗 任何人都左右不了我的决定 既然整个云城的人 都没办法左右慕容云的选择 那就从弱势的一方下手 乔之星 有人来了 乔小姐 你来了 沈总 您找我来有事吗 这是你上次要的十亿 我准备好了 沈总对自己的女儿真是冲到了极致 十亿可不是个小树 竟也能为了她舍得送我 月儿虽然是我养女 但却在我失去女儿最脆弱的时候 安抚了我的伤痛 而我也只有她了 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 乔小姐也不必太震惊 月儿是我养女的事 在云城也不是秘密 而我疼她 在云城呢 也人人皆知 乔小姐 只需要拿上这笔钱 离开云城 离开慕容云 有了十亿 我可以随意买下我喜欢的豪宅 开心的时候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 不开心也可以随意在娱乐场所畅害 甚至下半辈子不用上班也可以活得安逸消散 但是 总觉得心里是空的 学习疯了 乔小姐 什么意思 这钱我不要了 云城我是不会离开的 你耍我 这比买卖不划算 有了慕容云 别说十亿了 就是上百亿 上千亿 我都会有 乔小姐 乔小姐 乔知性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离开慕容云 小心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小心乖 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等小星长大了 爸爸就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对了 我还有梦梦远的异能 醒来 我有谁醒来 我的异能为什么没有用了 难道时间过久了就不行 乔知性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妈要学有什么事 我杀了你 我妈 让他滚 我不想看到他 乔小姐 走吧 这不是 夫人和亲生女儿 小时候的合照里出现的发脏吗 怎么会在乔小姐这里 我妈 沈总是为了救我才被撞的 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的 乔小姐 请您体谅 水小姐此刻的心情吧 她并不想见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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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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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找了小姐十多年了 日日忧思过度 乔小姐又是乔家的养女 未必不是 得赶快想办法验证一下 你疯了 光天化日之下对他动手 还撞错了人 你知不知道他是沈氏集团的签接 都是他害得爸爸昏迷不行 我 我忍不下这口气啊我 你怎么知道 是他害得爸爸 爸爸昏迷之前 一直喊乔之星的名字 怎么不是他呀 够了 当务之急 是怎么把监控给毁掉 姐 那现在怎么办 逃 对 你赶紧逃 等爸爸醒了你再回来 让爸爸处理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逃啊 你不逃 难道你想进去吗 赶紧走 马路口的监控那么多 你以为 你这次还能侥幸吗 为什么呀 他为什么要救我 小心 不要怕 我相信 不是你做的 他们已经包在一起了 最后就行了 小心 我只是心疼你 你何必这么对我 你觉得这样 我就会对你感动吗 你觉得在我 最无助的时候 振寻而入 我就会感动吗 别把话说这么难听 这时候也就只有 我会陪在你身边 我只是担心你一个人 承受不住我 你真恶心 什么 你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选择乔婉 现在跟乔婉在一起 又选择我 这男人做到你这个份上 真是失败 我失败 那慕容兴就很好吗 他一个私生子 也值得你费尽心思 去公寅接近 慕容兴他比你好千倍万倍 每天我一次撞了使用他的异能影子 就是不知道使用了多长 这次我的查询中 然后把神种救醒 反正就是听一下 为了救人 对 我就是为了救人 疼啊 乔治兴 你为什么又来耍流氓 我哪里有 乔治兴 你就是 我怎么就水星洋花三星二夜了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白天河 算了 你大半夜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 我请你一件事 你能帮我救神祖吗 不行 为什么呀 我不能干预地球人的事 那你还三番两次救我 那是因为 因为你能帮我找到允星 慕容兴 你就当开在我的面子上救他一次吗 他是因为我才昏迷不行 我不想见他人情 就当我求你了 下次我帮你备一事 好不好 沈选没有什么危险 白天我用系统检测过了 他醒来 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我就是 想让他早点醒吗 我就是想问清楚 他为什么救我 求你了 没得商量 真是个冷血无情的人 我连人都不是 爸爸 你怎么了 乔治兴 看来我得好好检查检查你的身体了 身体实验 就是个不错的 什么东西 我才昏迷了两天 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跟我们调价几日 连古事跟古典都下降这么多 你们都干了什么 爸 竟然觉得 您昏迷的事是乔治兴干的 所以就在路口开窗准备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 沈总出来了 沈总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因为路口的监控没有做手脚 现在全国通缉他 所以才会影响公司的 混账东西 爸 既然现在躲在城南 我们得赶紧找一个好歹的律师去救他 要不然他这辈子可就完了 成什么律师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公司局势 赶紧和他别成关系 爸 既然是你的亲儿子 我的亲弟弟 你不能这么不管他呀 我没有这么蠢的儿子 他能为自己辩解就为自己辩解 没能力我就他没几个儿子 赶紧把慕容警叫过来 把你们的婚事赶快定了 慢着 盯紧乔治兴举动 我只能要他活着落到我手里 我要做人体实验 小姐 乔治兴 写下来 不会让你好过 小姐 你不能对他出手啊 为什么 这是乔小姐的DNA报告 乔小姐 就是夫人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什么 怎么可能 小姐 你应该知道 夫人一直以来的心病 就是寻找自己的亲生女儿 如今 沈总的亲生女儿 就是乔小姐 你如果真的为了夫人好 就不应该动乔小姐 小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 乔治兴就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失去妈妈 对我的这份独处 更不能让乔治兴得到颖哥哥 不能 妈妈 你知道妈妈婚没了 我可以随时开除你吧 小姐 你就算把我开除了 我也有办法 告诉沈总真相 对小发发拉了我妈 再让她永远都开不了 妈妈 开个架吧 我知道你选择告诉 也不单单是为了告诉妈妈真相嘛 一亿 好 不过我现在只有五千万 剩下的钱我会尽快想办法给你 这个期间 请王妈 为我保密 而且 立刻离开云城 好 乔叔叔 你乔家现在的情况 不太适合订婚 我妈不会同意的 这做生意嘛 总有起起伏伏 不过 我早有应对的方法 我可以帮沐少 成功进入牧师公司做事 并且站稳脚跟 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爸 这么大的项目给锦哥哥做 能行吗 就他 连木农员脚趾头都比不上 一个妈宝男行什么行 没了他妈 什么都不是 连他爷爷都看不上他 行什么 爸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项目 交给锦哥哥呀 这不是没得选了吗 事情已经给了他 就看他自己本事了 小李坤 你们越是看不上我 我就越要重严了 我必目入云相 西部龙头性格凶残暴力 锦哥哥肯定拿不下来这个项目 肯定要吃苦头的 这人呀 越是懦术 就要逼他一把 年轻人不吃苦头打拼 成不了大事 几次绑架 乔治兄都失败了 只能利用他把乔治兄逼出来 毕竟乔治兄挺喜欢这废 哎呀 小景啊 你去哪儿了 你出去也不跟妈妈报备 来 一个妈宝男行什么行 没了他妈 什么都不是 连他爷爷都看不上他 行什么 慕容颖他比你好兼备万倍 小景你干什么 你疯了 我跟乔婉订婚 我要去牧师公司 你受什么刺激了 现在乔家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你还要去乔婉 你是不是蠢了你 我不蠢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就是要证明 我不比慕容颖差 不好好待在家 来公司干什么 爷爷 我知道你们有个项目 我没谈下来 我想试试 小景啊 西部那帮人 不是常规的合作方 你要心里有数 这是公司的事 不该你管 爷爷 我也是慕容家的人 我也想为慕容家 出一份力 我只是想争取 一个机会而已 我倒是想给你个机会 可是小景 你没有这个实力 爷爷 如果我谈不下这个项目 以后 我再也不会提出 金公司这样的要求 来烦你 说你 都有个机会吧 好吧 小景 你先出去 我考虑考虑 先生 小景这次下了 很大的决心 还有谈西部开发的项目 我想问问 您的决定 他始终是你的子嗣 也该锻炼锻炼他 以后我走了 也好有能力管理牧师 哎 我才不要你能夹好心呢 乔治兴 乔治兴 你闹够了没 我才不要你能夹好心呢 出去啊 你到底要生气到什么时候 我答应说会让沈月醒过来 你到底有什么要紧是要问他 好了 别哭了 我就是想知道吗 我从小就被人抛弃了 五六岁之间的记忆绝都没有了 我从小在乔家 他们就一直在谋害我 从小到大除了爷爷跟师父就没有人管心过我 更别说有人拉命来救我 现在救了我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就是不告诉我吗 好了 你别哭了 我答应你还不好吗 我答应你会让沈总醒过来的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答应我 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就是牧师集团负责人 江总您好 我叫慕容景 还请多指教 乔立坤怎么搞的 派一个娘炮来 江总 岂不缺这个项目呀 他们都不知道了多少人想呢 他们枪这个一看就是废物的小娘炮过来 是不是这不把我们哥他当回事啊 是啊 我不是废物 我们跟牧师合作 是看慕容景的面子 叫你过来谈合作 是看乔立坤的面子 娘炮 你有什么能耐 能让我们哥四个 扶你 这个合作 签了 小娘炮 你来之前就没打听清楚呀 我们也不跟你装 我们哥几个 以前就是跟道上混的 能有今天 那他妈都是打出来的 西部屈这个项目 就是我们打赢了才拿到手 主打的就是一个狂野派 是不是哥 今天就跟你这么说 你有什么能耐 能让我们服 就跟你签这个合同 江总 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策划书 还请过不 这也是我们牧师的诚意 又是这种文案 敷衍的文案 老板 我打 你 我 坐 你 好好好 还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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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死我 继续打 好 好好好 好 还谈吗 请江总 看死我 好 虽然是娘炮 但是还挺能扛作 有点意思 这合同 老子跟你签了 走 签了 我可最近拿下了西部项目 这下爷爷一定能看住我了 西部开发的事情 谈得怎么样了 你能给小景机会 想必他一定能够完成 毕竟他下了很大的决心 让他量力而行吧 如果实在谈不下来就算了 毕竟西部开发的事情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那群人上次被我打怕了 估计是想找人出出气吧 是 好吧 小景 你先出去 我考虑考虑 原来我能有机会的 竟然是有慕容宇给的机会 而我有生命不来的项目 他一句话就可以否决 行什么 行什么 慕容宇 我总有一天会夺回牧师 一定会让你跪着 求我给你机会的 今天吃主 我一定会忘记 如果那群人真的敢对慕容井下狠手 你找个时间打压打压他们 毕竟慕容井是将来牧师集团的接班人 小孩子就得让他锻炼锻炼 也是 他的心性还是太急 我待的时间也剩不多了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是出现问题 你加紧时间锻炼他 先生 没什么大问题 对了 今晚我会让你查一件事情 一定要自己查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不然那个女人等久了 又可以 这是什么情况 还记得精神病院那一晚吗 这是追查你的内死明保镖 我让李牧查了信息 把他们带到了这里 你是怀疑 李星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对 那在他们身上吗 不在 算了 我再查查吧 你别难过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允星 回到你的胸球的 你希望我离开吗 当然了 你独自一个人在地球待了这么久 应该很想念家乡和伙伴吧 我的家乡没有伙伴这个说法 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存在 飞蝶更是有探索未知能力的 那 你回去干什么呀 不会孤单吗 孤独是你们人类的表现 我必须回我的星球 因为我的能量 维持不了多久了 能量怎么了 没事 走吧 大家快停下手上的工作 今天我们沈组长请大家喝奶茶 小三不配喝 这才是正宫的做派 你们看看乔治兴 一副狐媚子模样 真以为牧总能看上她似的 夫人 夫人 我差点忘了 牧总说过要隐瞒和夫人结婚的事 我就说和牧总已婚的对象是沈组长吧 你们看 李柱都叫夫人了 肯定是沈组长 我早就说过了 是你们不信 牧总和沈总 也就是沈组长的妈妈 昨天晚上可聊了他们两个的婚事 聊了好久了 哎呀 完了完了 这个情况又不能解释 你们在吵什么 都是不用工作的吗 尹哥哥 沈组长 说话注意点 我是你的上司 好了 现在我有件重要事情要宣布 出来吧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我们新任集团的总经理 慕容晴 慕总 要不上乔秘书 带牧少去总经理的办公室吧 我看你倒是挺闲的 你去 慕总 乔治兴 你进来 多谢沈小姐 恭喜慕少 成功进入牧师集团 我想 我们应该合作合作 我要慕容宇 你要乔治兴 慕少还不清楚什么合作吗 据我所知 你和慕容宇已经隐婚了 难道 婚姻稍后不幸福啊 这不关你的事 慕少只管答不答应 好 不知道 慕少姐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 我会离间他们二人的信任 我需要慕少的配合 喂 爷爷 我已经成功谈下了西部开发区的项目 签合同的日期定在三日后 好 我知道了 西部项目后续是下 你找你小叔叔听他安排啊 是 谈的时候 有没有为难你啊 没有 没有 慕容宇 怎么了 答应我的事 是不是也该做到了 什么事 你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小晓晓 你不是在做什么 你不是在做什么 你又不敲门 我们做什么 关你什么事 小晓晓 慕容宇 人懂的 现在说话不算话 这也就是你们星球办事的态度呀 说话呀 慕容宇 我一定要把乔治清抢过来 到时候 我让你跪着求我 莫少 我来这里不是替你来发牢骚的 三天后就是签合同的日期了 到时候 我让你把乔治清带过来 这 这乔治清上次发疯的行为 他会杀到 怎么 沈小姐求着跟我合作 连这点忙都不帮吗 好吧 这些手艺能很吃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样 好了吗 我在门口等你 沈总 你醒了 乔小姐 沈总 谢谢你救了我 乔小姐要谢我 不如答应我一件事吧 什么事 你先别着急 我有一件事 特别想问您 为什么在那么紧要的关头 您会选择保护我 我救你 是因为我的女儿 沈月 不是 是我的亲生女儿 十六年以前 也是这样的一场车祸 我跟她分散了 等我起来的时候 她已经不见了 所以当时 我才会冲了上去 也没想到那么多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是有人愿意舍弃生命 来保护我 乔小姐 我救了你的命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保安总是要的 您说吧 离开慕容云 离开云城 不行 乔小姐 乔小姐 你就可怜可怜 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吧 我的亲生女儿 已经不在了 月月虽然是我的养女 可是我养了她十几年 早就已经把她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乔小姐 妈 妈 乔之星怎么会来这 不行 我要别别让他们两个接触 乔之星 你来这里干什么 沈总救了我 总是要表达感谢的 我不需要你来加好心 你来这里 我妈只会不开心 请你走 沈总 这是我的心意 您可能不太能看得上 但是还是要谢谢您 您刚刚说的条件 我不能答应 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妈 你吃她的水果 好 妈不吃 妈都听你的 真没礼貌 不过有人疼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没礼貌吧 乔之湘 沈大小姐 有事吗 离我妈远一点 离允哥哥远一点 你放心 只要你妈妈不过来找我 让我报道她的恩情 我绝对离她远远的 我可没有什么习惯 抢别人的妈妈 至于慕容允帮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她对人类不感兴趣 找了好男人嫁了吧 我不能涉及妈妈的爱 我要阻止他们相认 而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乔之心永远消失 沈小姐 你觉得你把我推下去了 这里有监控 你能跑得掉吗 小姐 你在干什么 王妈 你来干什么 小姐 你如果真的是为了沈总好 就不应该动乔小姐 王妈 你是不是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我虽然答应你隐瞒真相 但是我没有答应你伤害乔小姐 希望小姐 不要动了伤害乔小姐的念头 毕竟 小姐占了乔小姐 十多年来的身份和宠爱 不该这么做 这个慕容远 不是说好了在门口等我吗 怎么还不来 慕容远 你 怎么了 没事 我会点发烫 发烧了 外星人也会发烧啊 不知道 之前从没发生过 还不会是因为我亲了他不得医能 所以他医能才会出现问题 然后 你考虑一下教 我带你去医院 走 不用 带我回去休息 我好累 我好累 别动 恭喜木兽成功拿下西部的项目 既然我帮了木兽 那木兽该履行和小女的婚约了吧 不急 订婚的事我会提早安排 我来这里是想请教乔叔叔下一步 该怎么搬到慕容云 说实话 这慕容云这个人实力非常的强 就算是我也未必能撼动他呀 不过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 只要木兽找到他的弱点 要搬倒他还是有机会的 弱点 乔之星 木兽聪明 只要木兽控制了乔之星 我想那慕容云有很多事情都会让步 我知道了 谢谢小叔 不用谢 毕竟我也想要利用你 得到研究乔之星身体的命 来 木总已经两天没来公司了 你们说 木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还真是 木总还从来没有两天没来公司过呢 要不我们问问沈组长 他是木总的妻子 肯定知道 沈小姐 今晚就是签合同的日期了 不知道沈小姐想到办法引来乔之星了吗 我想到了 到时候木上可别让我失望 妈 上次听到乔之星提过 他还欠妈妈一个温情 如果用妈妈的手机约乔之星见你 乔之星应该会答应 月儿这两天总是发呆 刚才有偷拿我手机 他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 曹小姐 你之前不是说 要报我经命之恩吗 我有事需要你的帮忙 小姐 你怎么来了 没事 小姐 你是不是又对乔小姐做了什么 王妈 你是不是忘了 你只是沈家的保姆 小姐 无论我什么身份 我都会提醒你 我虽然已经大意帮你隐瞒乔小姐 就是夫人亲生女儿的事 但是我没有答应你伤害乔小姐 住嘴 我没有让你帮我害她 可是我看到了 不能坐视不理 小姐 夫人对你那么好 就不能放过夫人唯一的亲生女儿吗 如果夫人知道了 该多伤心啊 你不说我不说 她怎么会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 妈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的 住口 你太让妈妈失望了 你说 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 是不是做什么伤害乔小姐的事情了 谈事情就谈事情了 怎么还要来KTV谈 这个沈夫人又避得这么坏水 怎么是你啊 难道是沈总的阴谋 为了他女儿的终身大事 就可以随意我恩情来陷害我 小星 我们好久没有好好叙叙旧了 我跟你之间有什么究竟肯叙 小星 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性把话说清楚 如果他真的是国中军的软肋 那么今晚我聊了乔治心之后 我容易会破裂很痛苦的 小星 我是最不可能伤害你的人 怎么你不相信我吗 女人都是很好控制的 将他成了我的人才好好调教 还能为了我潜伏在慕容院身边帮我做事 慕容景 当初是你说的放弃 你现在 竟然在酒里动手脚 小星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慕容景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是一个懦弱 薄金寡义的人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慕容景 我们在三个六包厢等你 我当时看见你进了三个八 敢耍老子 都死啊 想先办事再谈事 独自享用美女 那可不行啊 教授你提我解释 出去 滚 别管痛啊 别痛 坐 等我们四个享用完这美女 再来收拾你 你用我的名义 约他去月色干什么 说话 好 你不说 我自己去查 这是谁家的宝宝 弹得这么厉害呀 是我的宝宝呀 妈妈 是不是等我学完这首曲子 就有奖励 那当然了 我的宝宝想要天上的星星 妈妈都给你摘下来 让他走 这以后呢 你总会离开慕容云 乔小姐 我女儿想要的男人 我一定会让她如愿以偿的 乔小姐也不必太震惊 月儿是我养女的事 在云城也不是秘密 而我疼她 在云城呢 也人人皆知 乔小姐 只需要拿上这笔钱 离开云城 离开慕容云 乔小姐 乔小姐 你就可怜可怜 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吧 我的亲生女儿 已经不在了 月儿虽然是我的养女 要是我养了她十几年 早就已经把她 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乔小姐 我居然强惑她这么多的事 说了这么多伤害她的话 我要怎么弥补我犯下的错 我的女儿 我的宝宝 妈妈不能让你出事 我跟你进去 不管有什么方法 把乔治心给我弄出来 爸 借锦哥哥的手杀了乔治心 不怕慕容家报复吗 慕容家 慕容请在慕容家算什么东西 外界的人不知道 还以为这个敌宿有多少权力呢 蔡儿说了 进去以后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不会让慕容家发现人是我们弄出来的 到时候 微锅的是她 毁人的是我们 爸爸 在你心里 我和吉安都没有权力重要吧 小心 小心 没想到 慕容家感冒了这么年人 喂 醒醒 放开我好不好 我 不要 不行 我们不能再要过多亲密的接触了 要不然你的医能到时候 用那个啥 还活着 这时候该报神总的安静了 我都有慕容颖的异能了 为什么身体还是抵抗不了命药 难道是因为我是人类的身体 不行 你赶快回去 怎么到他房间来了 回来了 我先回去了 所以我就把衣服脱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点暧昧了吧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夫妻 行夫妻之事 最合理不过 可我们是互相为了利益才在一起的 所以 你又不想负责任是吧 从我把你接近沈家的那一刻起 你就知道我有个女儿走丢了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你不知道我找他有多辛苦吗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 隐瞒他是我女儿的真相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一时糊涂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您了 我嫉妒他伤害他 也只是为了得到你的爱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 好 那我就去死好了 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您给 小月 别拦我 反正你都不肯原谅我不要我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小月 妈妈原谅您了 先生 还好有医療 还可以偷听他们说什么 先生 您跟乔小姐是不是行夫妻之事啊 是的 行了夫妻之事 既然是这样 找到允星之后 您还回去吗 当然是要回去的 大渣男 混账东西 要不是我去看小允 还不知道你背地里干了些什么 爷爷 我只是想和小星说句话 没想到江总他们突然冲进来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还突然打了起来 把我砸晕过去 你 你还狡辩 你真不知道乔之星那可是 可是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 我就知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给你项目都不中用 你过滚 以后别想着进大项目了 你给我一辈子当个空格尽礼吧 爷爷不要 遇事就下跪 我怎么就有你这么个窝囊的孙子 爸 他已经疯了 您这是 不许 我已经找到他疯的原因了 是什么 乔之星 乔之星有问题 爸 你怎么了 婉儿 这次我们一定要活捉乔之星 我要得到他的身体 做人体实验 嗯 沈总 我是看在您救了我的份儿上 才选择欺世宁人的 对不起啊 这副表情 又耍什么花张 你那晚 有没有受伤啊 你是想问我那晚 有没有被玷污吧 没有 让你失望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担心你 担心我 你有功夫还是好好去担心一下自己的亲生女儿吧 我觉得她更需要 少娘不周下凉外 一天没事竟想着害死 哎 你再拦着我就喊保安了 小小姐 你不可以这么对夫人说话 那怎样 我还要把她当成我的亲生母亲一样 我善待她吗 对不起做不到 她就是你 我妈 住嘴 你以为在我面前哭我就原谅你吗 告诉你 不可能 夫人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呢 她那么恨我 要是让她知道 她恨的是她妈妈 她该多痛苦啊 妈妈让她下了 应该已经告诉她 她就是妈妈亲生女的事了吧 乔之星 别得意的太早 我会把妈妈的爱都抢光 脑子有病就去治 不要找我发疯 你 小心 我们能谈谈吗 我现在已经失去妈妈所有的毒爱 不能再让乔之星有机会抢走允哥哥 岳 沐总 乔之星居然和沐沙 在上班时间去咖啡厅约会 简直是无法无天 小星 你听我说 那天晚上我真的是被迫的 我要是不那么做 乔之星 你竟然为了慕容宇这样对我 敢对我下药 这样已经算清的了 我就是爱她 又怎样 你终于承认了 我爱她 只有什么不敢说的 就算我们现在再生气 也不能否认她在我心里的地位 我就是爱她 爸 我们现在这动手吗 现在还不是好时机 看看她身后 慕容宇 难道她对乔之星 所以以后一定要盯紧乔之星 一有机会 立马就动手 嗯 你一直跟着我呢 这样的你啊 我怎么能不心动呢 她为听你刚刚是呢 我 喜欢你 慕容宇 我这个人呢 是个磁场子 心里藏不住话 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就喜欢上你了 就是 现在想正式地跟你在一起 可我必须要回去了 一能进来多次发生问题 否则你能不允许我独带 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行吧 其实我也就还好了 也没有很想跟你在一起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 稍微好像 也挺好的 细想一下 好像也没有多好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这样真的很壮 就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哼 哟 哟 当人小三当不成 恼羞成怒了 你 你敢打我 嘴尖就该打 乔秘书 荷兰不过是不小心撞的 你何止于打他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跟你逼逼来了 放开 放开 乔之星 你疯了吧 你斩退牧总夫人 你是不想在牧师待了吗 真没教养 你想破坏牧总和沈组长的感情 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就他那样 牧总也能看得上他 一副狐妹子见药 离不了沈组长一心半点 还尚赶着自取其辱 想当人小三 还想破坏人家庭 必遭天谴 乔之星 你真是不要脸呀 真是受够他了 天天往牧总办公室跑 沈组长已经忍了 你现在还动起手来了 怎么 现在小三都这么不知羞耻吗 乔之星 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了 你娘下这么狠的手 我知道你喜欢运哥哥 但你能不能放过我们 让我们好好生活 别再来骚扰我们 上班时间干什么呢 干什么 当然是教训小三啊 他不是小三 李助理 你怎么帮着他说话呀 难不成乔之星勾引不到牧子 反倒勾引到你了吧 李助理 乔之星这种人 你怎么帮着他说话 不帮我们牧总夫人 你真当牧总不敢责怪你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李助理 我不想过于干涉 允哥哥的私事 但乔之星一人在价而散的 都因允哥哥 我身为允哥哥的人 实在受不了了 却原谅我占用工作时间 好好劝导他 哎 牧总和沈组长 遇上乔之星这种女人 真是晦气 人家两个人都已经要结婚了 你还上赶着破坏 你怎么这么不要理 吵什么 牧总 乔之星不知道又发什么疯 又是打赫来又是推我 牧总 我也是说个公道话吧 沈组长身为您的夫人 他天天在公司欺负他 您不心疼沈组长 我们这几个做员工呢 可都看不下去了 就是 虽然牧总您和沈组长的感情 不会被任何人破坏影响 但是他每天工作时间缠着您 有这种人在公司恶心大家 大家还怎么工作啊 允哥哥 我知道这样的小事不应该麻烦你 你实在承受不住 就让他离开公司 离你远远的 周 你要收拾乔之星这个贱人了吗 把头转过来 牧总 你看他 谁给你的胆子 周 我已经容忍你很久了 你一直借着我牧师夫人的身份 一直招摇撞骗 伤害我的人 从今天开始 不用再来上班了 还有 与你们沈氏集团的合作将一切终止 牧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乔之星怎么可能是您的夫人呢 我自己的老婆 我能不知道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乔之星 什么 总裁夫人竟然不是沈组长 我什么时候说过 她是我的妻子 你从来没想过要和我结婚吗 我警告你很多次了 是你自己不听话罢了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还娶了乔之星 李牧 把他赶出去 其余的 你自己看着办 好嘞 走吧 沈小姐 请吧 以前我们是被沈月骗了 一直以来上个人当小三的是他 气死了 还害我们被罚 真不要脸 爸爸和姐姐都说你不是外星人的势头 还骂我是笨蛋 他们才是笨蛋 爸 把乔之星绑在家里面 不怕被人发现吗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乔立坤 你一直把我绑着 就算我死了 你又能得到什么 你死了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 心安理得 接受那老头 留给你的公司和遗产了 乔之星 这是公司的转让合同 赶紧签了他 你先告诉我 谁业到底是不是被你 就是被我杀的 这老不死的把公司的遗产和财产全部留给了你 死了才好 师父 你赃尽天良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别给我机会 要不然我第一个送你下地狱 乔之星 你没有机会了 你的身体将会成为我伟大的实验标本 什么意思 别闯了 你的身体有一种怪力 能瞬间出现在我的书房 又瞬间离开 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我相信国外那些老家伙 可以对你的身体非常感兴趣 糟了 那班果然还是被他发现了 我们告诉他梦文给了真实身份 怎么错了 承认了 赵婉 给他打针运送出国 叔叔 你找谁啊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看你谁敢动着 木中人 爸 怎么办 乔总 你怕不是抓错人了吧 拥有怪力的人不是他 而是 况且 这也不是什么怪物 而是星体运用的能量而已 你 你开什么玩笑 乔总 这个玩笑可还喜欢 这个场景 怎么这么熟悉啊 因为你 已经经历过三次 醒了 又是你救了我 是 乔丽坤和乔婉已经去自首了 你以后不会再有危险了 他们去自首 也是你做的 嗯 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不打扰你了 那 我最讨厌这种行为 请放开 还真是阴魂不散 生着病都要出来找我 你喜欢的不会 不是慕容云 是我爸 都是你害的 乔志兴 是你毁了我的人生 宣相被揭穿了 受不了就过来找我撒野 什么宣相 要不是你够阴云哥哥 他怎么会跟你结婚 原来他应该跟我在一起的 都是你从中作稿 一切都是你借由自取 自导自演 你们这种反派是不是都是 耳聋眼瞎 家脑残啊 小小姐 小小姐 你没事吧 沈总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女儿吧 月儿 不要闹了 我闹 自从你知道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后 你有关心过我吗 去连才抢了我的男人 你都不管不顾 我不敢闹吗 我妈 把她带回去 我不回去 我要收拾这个贱人 别 小姐 贱人 贱人 他刚刚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他 算了 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他说得对 你是我女儿 我 猜到了一点 啊 沈总之前对我的态度和现在差得很大 你猜到了 那你怎么 怎么不找你算账是吗 沈总 我一向倒霉挂了 沈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不挣不过沈月的 还是保持现状吗 小星 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想过妈妈 十年了 小的时候 会想 想我的妈妈到底在哪里 她为什么不来找我 为什么不要我 尤其是我被欺负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还有你在维护沈月的时候 妈妈对不起你 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 这么多年 我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了 我在你身上没有找到安心的感觉 心情 什么都没有找到 六岁之间的记忆我都记不起来 对不起沈总 眼泪 我为什么会流眼泪 难道是因为你敲着醒 核心法三 鱼儿 这是我送你的鸡鸡礼 核心法三 为什么会在她这里 难道 沈总 你还是多去关系关系沈月吧 她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太好 妈妈 这是陌生的仇 小核心 送上门的豪门妈妈你不要 你还真是 高梅 今天什么人都让我碰上 别太瞧不起自己 瞧瞧已经被端了 我一最小的还送去了福利院 我才懒得杀你 你不想杀我 不杀你你还不开心了是吧 现在又没有财产可征 没有利益的事 我不会出手 那你现在找我想干什么 圆圆年纪还小 我现在这种情况也照顾不了她 你把她收养了吧 不然的话 我不介意跟你不死不休 求人就有求人的态度 威胁的话给我少说 我又没说我不收 对了 为了感谢你收养圆圆 给你透露个底吧 你要小心一下那个慕容景 她呀 之前还找我绑架你和慕容云呢 不过钱不够 我没答应 走了 小心 谢谢你再次来找我 不管你原不原谅我 我都要跟你说 之前是我太混蛋 做了伤害你的事 以后 我保证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慕容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这个瞧起来 肯定又想了什么招数害了 你能有这样的觉悟 我就放心了 慕容景 我们下半辈子都不要再见面了 跟我回想 东西我会帮你的 我现在还不想离婚 慕容云 你想干什么 她是不是你的 不是 姐呢 乔治兴 你好好说 怎么 要我陪你一眼 找到前世情的东西 然后发现 我是你前世情人的转世 玩什么替身文学 你这样真的让我觉得你很恶心 告诉我 我不是她 就算我是她 我也不会跟你争取 乔治兴 我喜欢你才不是因为她 放给我 我说 这就是女子吗 你要回去了吧 为什么回去之前还要脚搏我 为什么 我不想看到你 别对我这么冷漠 我再说一遍 我不想看到你 乔治兴 折腾这么久了 你应该也饿了 我下楼去给你买吃的 往哪儿走啊 你敢打老子 怎么还不回来 对了 每次我们 完了他都虚弱的不行 不会晕倒在路上了吧 给我打 血 我怎么会流人类的血 之前这小子 一个人单挑我们一群人 一点事都没有 吃得那么弱了 你们运气好 我还从来没有流过人类的血 这还真是个新奇的体验啊 慕容宇 今天你不只会流血 还会丧命 让我丧命 你还做不到 还敢嘴硬 给我打啊 住下 慕容宇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爱的男人 被我打几下就打成这样 别敢打 闭嘴 要不是因为我 你们怎么可能有可能这些啊 我看你们谁敢动着 这是妙馆 这是还没绿工 慕容宇 不是不是要死 都怪慕容金 要不是他 你也不能有生命危险 先生也不会为了救你 而昏迷到现在 一年了 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苏醒过来 大姐姐 我刚才看到有飞碟在天空呢 你快去看看 媛媛 别弄了 为什么大人老是不信小孩的话 媛媛 姐姐心情不好 走 我领你看飞碟去 走吧 来 莫终云 我妥协了 就算你把我当替身 我也再不跟你生气了 以后你爱玩什么温雪 你就玩什么温雪 我都陪你好不好 爷爷 你说躺在房间里的那个人是谁啊 姐姐怎么老是去她房间里哭 她都不肯来哄姐姐 她呀 是外星人 还是你姐姐老公 你 应该叫她姐夫 雪叔叔 你跟小孩说这些干什么 你们 已经领了证 我说的 也没错 怎么办呢 一劳一小 还有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看来 这个家没我是不行了 我才不搞什么提身文学 我只搞霸总小娇妻的人生 你 independence 享用 aska 谢谢 快 快 再来 金 小嫂 爁 喝 你 有